深水埗區議會就主教三沛水庫修復工程召開會議 出席的水務處官員說 目標是三個月內完成鞏固復收 承諾之後會有限度開放沛水庫被公眾參觀 我們都一直跟古蹟辦事處保持緊密的聯絡 好像一如既往將儲存的水務資料交給古蹟辦 協助他們評估我們有關的設施 是否有歷史價值 我們希望可以在一個長遠保育方案 作出決定之前在安全的情況下 探討有沒有限度開放給市民參觀的可能性 有議員批評古墨古蹟辦事處沒有派員出席 有議員就要求水務處就清拆工程向公眾道歉 以及要求開放工地 讓議員了解目前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有很多的環境 我們要求能強行動 然後在這個期間 我們要求有很多的地方